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随处用彩绘壁画铺盖的街道 让每个角落看着及时风景 浓郁的艺术氛围 慢活的步调 就是它从古至今的迷人之处 为了让大家看到艺术街的各种面貌 台中市政府也积极与在地业者合作 每年举办不同的主题活动 展现艺术街的多元化 那今天以这样的童话风 作为我们的一个诉求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2018台中市要办花博 所以我们把花的元素带到这样的一个活动主题内 所以今年我们就以花线艺术 欢乐童话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做我们今年这样的活动的一个目标 其实从第一届到第四届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只是想用不同的艺术街的风景 告诉人家 其实在这边生活的人 他拥有不同的面貌 不论是复古风到今年的童话风 店家老板他们愿意把自己最想要表现的那块跟大家分享 营造艺术街不同的温度 还有不同的情感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艺术街比较特别的地方 此次活动 小朋友 各店家人员 特别着装各种童话服装走秀 让观众立即带入了不同的童话角色当中 艺术街更与东海大学的美术系 与工业设计系进行产学合作 设计了四件造景艺术摆设在不同角落 成功展现了以花线铜趣为主轴的东海国际艺术节 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把国中国小高中大学 所有这样的学生都把它集合起来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表现他们的才艺 他们的创作 让整个艺术街商圈呈现多元的风貌跟样态 这几年东海艺术街商圈也推出了慢活步调 手作旅行的概念 让旅客可以跟手作师傅们学习 制作专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其中东海艺术街商圈的庄家文主委 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 善于用压坑力粘土绘画出五彩缤纷的美丽风景 我们这几年在营造的就是手作旅行 那借了手作旅行的时候 让一些回忆能够更深入在每个人的旅程里面 这是我们艺术街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希望来艺术街的人都能够品尝 这一套不同的菜 让你的旅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回忆 已在艺术街工作二十余年的金工师傅 蒙正莲 当初以喜爱这里的艺术气息 而选择长久在这进行艺术创作 如何断销纯银饰品 便是老师的拿手绝活 再配合这次艺术节手作乐 老师也会教大家制作一款花草图案的坠石 我现在身上带的这一件作品 它是一个像金钱草的叶子 这样一个概念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那我们透过断销的一个方式 在它金属的表面去呈现它的纹路 叶纹的感觉 然后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变化 叶子很自然的一种微妙的变化 那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叶子里面去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又把它佩戴在身上 所以就会觉得 我跟大自然其实是很连结的 年纪轻轻的7U 同样也是专业的金属工艺师傅 店内从戒指 项链 手链 再到耳饰 种类众多 让喜爱饰品的手作客人 拥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外 师傅7U 于手作乐期间 也推出了可敲字的戒指刻画 让学生们敲打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饰品 我们这次是提供了一个产品 它是叫做回 它的一个戒是我们的款式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觉得它很受到我们学员的欢迎 因为它是可以调整自己的戒为 所以你每只手指都可以带很方便 然后制作过程也是很快很流畅 清洁温柔的王冰瑞师傅 则是制作羊毛毡制品的达人 店内摆设的物品 几乎都是用羊毛毡的纤维 自然缠结 一体成型制作而成的 古老的制品 形式在老师的传承下 也让更多人了解羊毛毡材质的独特之处 在这次国际艺术节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冬天的羊毛薄围 那因为台湾气候没有那么寒冷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轻薄的一个小薄围 然后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 也能够去好好去感受一下羊毛它的特色和魅力 在台湾 日本传统的完整茶道体验并不多 其中一家便坐落在艺术街的小巷里 由钟晴于日本茶道文化的张淑蓉 与他先生一同创立这个品茶空间 让旅客有幸可以品尝到 使用200年石墨充泡的日本道地香能抹茶 我们提供了日本的抹茶服务 就是茶室里面 然后没有语言上的隔阂 然后就可以体验到抹茶点茶 整个茶室的流程 东海艺术街赋予了艺术家们 一个自由创作的艺术空间 同样的 艺术家也为各种作品注入一股新生命 不同的意义 故事 甚至是生活的温度 在藉由这些艺术品串联起与人们的交流 这正是艺术品的魅力之处 我喜欢用色彩 还有捏术 营造生活的不同的记忆跟回忆 透过我手作的一个作品 来自然的传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感情 我们透过一个自然的材质 重新去找到一个对人的一种关怀 茶道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让我的生活更细致 我可以把我自己心中的热情的创作 然后赋予出一个产品 然后让大家带在身上可以很快乐 然后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创作的理念 在艺术街里面的手作跟人文 茶道是别的商圈没有的 这是我们艺术街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来过的民众应该要放慢你的脚步 让你的步伐能够在这个街区 能够变成一个结合 让欣赏这个艺术街的另外一种风景 平时若大家想沉淀心情 不妨试着来到这里放慢节奏 和艺术家们一同品味生活 温暖尘风已久的心灵 邀您一起来趟花谢艺术 欢乐童话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